张艺谋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导演了 但是换主角度她的爱情也很成功 毕竟能没开气度的男人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张艺谋在哪就意味着票房会在哪 这样的大导演老婆会是何等人物呢 今天就一起来细数张艺谋老婆 当你看看张艺谋老婆有多不好当 张艺谋情是张艺谋的第一任妻子叫肖华 两个人遇有一个女儿名叫张默 女儿七岁的时候张艺谋就出轨 恐吝导致家庭破裂 投高量成功后张艺谋就毅然决然的 投入了小岁几十五岁的巩力的怀抱 爱人同居长达八年再也没能走到最后 主要原因是因为张默非常讨厌恐吝 说明张默对张艺谋的兼致作用还是很大的 虚相过另有苦衷很多人都觉得张艺谋近乎五十的人 还在想着找下家是不是过于无耻 但是万万没想到张艺谋也另有隐情 自己的女儿张默丧失了生育能力 一种顿子绝孙的恐惧笼罩着张艺谋 这时候朋友之招指望不了女儿 那就靠自己呗 就这样张艺谋找到陈婷 原因是陈婷年轻好骗 女人是越年纪越单纯越好骗 十七岁懂啥 给她一百就很知足了 十九岁就为五十岁的张艺谋怀孕了 用孩子维系的爱情张艺谋生枝 怀疑个孩子人是绑不住陈婷的 于是想一儿一女 可没想到第二胎人是儿子 于是再生第三胎 张艺谋坚信三个孩子 足以让陈婷无法改嫁 说直白点这种婚姻就是相互利用 握紧你的肚子传宗接代 你花我的钱因三个孩子 也因张艺谋相信三个孩子能够捆住陈婷 因此倾其所有给陈婷 超生的后果张艺谋虽然嬉下子孙满堂 但是突然被爆出来的七个孩子 还是让志华观众着实吃了一大惊 而张艺谋也得到了该有的结局 超生处罚 2013年11月29日 张艺谋 陈婷委托其代理员 携带相关资料到无锡市 宾湖区寄生局接受调查 2013年12月1日 张艺谋 陈婷夫妇 接受新华社专访 确认超生疏实 并向社会公开致歉 2014年1月9日 无锡市宾湖区寄生局发布消息 称以下张艺谋夫妇 寄送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 以法征收计划外申育费 即社会抚养费 共计748.78万元 家庭和睦 不过好在张艺谋 现在家庭还算稳定 前不久张艺谋老婆陈婷 还晒出和女儿的一组搞怪自拍 小女儿眼睛 鼻子 嘴巴和卧蚕都很像妈妈 从小就是美人胚子 怪不得张艺谋在采访里会强调 导演也是很不容易的 也是要要家的 就张艺谋这个生孩子的速度 确实怎么努力挣钱 都不为过啊 张艺谋老婆也是更不容易 不仅要不计钱钱 还要包容不止一个自己老公的前身孩子 除了陈婷 估计也没几个女人能做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